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市评 我是李国庆 月底急跌 弱过弱煲 来讲今天的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表现 全日恒指跌了547点 收报26346点 成交有894亿 昨日期指结算日 特朗普签了香港人权法案 大家以为港股会跌 结果去低开高收 基本上跌了60点 可以说牛皮偏远 不是大跌 但到了今天 港股突然急错 没有什么特别的利探消息 当然市场在跌市时 又会找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 可能就是中国经济一般 近期数据不好 好像那些工业利润 就按年下跌了9.9% 是不记得多少个月以来最差 这样 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当然是说这个人权不法案通过了 签了之后 就中美两个吵架 怕签不成这个协议等等 很多原因 搞到港股今天就偏远 当然有些个别的 例如 板块 个别板块 例如好像医药板块那样 就是因为受到内地有些政策 大量採购 影响急跌 又拖累了很多 那些提材股份 有一轮是回头的 好了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众说纷纹 我的看法可能跟今天是月底 场外期指期权结算有关的 昨天的市场就是场外期指期权结算 特朗普虽然签署了人权法案 但是竟然都可以托着来结算 不肯大碟 但是呢 场内结算完之后呢 今天到场外结算 又不同了 另外一批人 今天一开就已经是偏远 接着呢 嘭嘭嘭就跌下去 一度呢 跌到下去呢 最低见过26,308点 就是26,300边 那最后收都是要跌547 可以说是近期低位 下了几次了 11月14日呢 就是26,203 11月中间这里呢 就是26,30多 今天也是26,30多 大概262,263这些水平呢 就是三次这样 那现在上升通道底呢 那个支持大概就是两万六千关左右 如果收于其下 昨天都说了 这些就要转红灯的了 如果保持到在这个上升通道之内呢 才有机会呢 看好一些 否则的话 一跌穿呢 就转淡的了 那现在呢 星期一那个上升烈口呢 在星期四的时候 补了一部分呢 今天完全补了 兼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小型的下跌烈口在那儿 那上个星期四五的倒营底呢 现在变成了四天呢 可以说是一个小型倒营顶 所以真的有点利淡的 偏淡的 不过这样又没有什么特别消息的 如果真是纯粹结算这个因素呢 那就容易说 因为结算完了嘛 今天昨天就场内结算 今天场外结算完 那如果结算因素完了呢 12月呢 又没有什么有因 要大幅拆下去的 因为由下个月 到结算都要12月底 所以如果只是结算这个原因呢 我又觉得不用太害怕 最害怕就是说 这个周末呢 突然间这个周末的时候 出了一些坏消息 就是说有人知道这个坏消息 今天先开始沽了 先我们后知后觉 省户后知后觉 那就糟了 那究竟是怎样 都是那句呢 看着两万六关 如果收于其下的 就要减持 因为会转红灯 那究竟是短线还是中线呢 由于这条上升轨呢 上升通道呢 都已经是几个月的了 由这个呢 8月15号开始 到到现在 那应该是中线的 所以如果跌穿的话呢 起码都是短线要转红灯 甚至乎是中线都要转红灯 那什么时候才确认中线转红灯呢 就是连这个10月10号这个低位 25,521点 就是25,500都跌穿了的时候呢 中线就确认转红灯了 好吗 清楚了 跌穿两万六关 收在其下的话 短线 起码短红灯 跌穿了这个10月10号 低位25,500呢 就这个中线都转红灯 好了 那暂时还没存在的 那如果你看人民币来看呢 又不是对这个贸谈呢 又那么害怕的 所以说今天如果解释是说 因为昨天签了个香港人权法案 又怕贸谈不行 但是今天人民币的表现又不是那么差 如果真的很害怕的话 照计人民币就会跌穿7.05关 就是会向上借人民币跌 就会跌穿7.05关 就是美元升穿7.05 那现在都不是 只是在这儿牛皮住而已 那美国星期四感恩节假期结束了 特朗普就飞了去阿富汗 跟美军握完手了 那这样的话 你知道这些就是要竞选就要做这些 然后呢 应该都回到美国的 相信是吧 那回到美国的时候 就今天来 美国都是只有半日市而已 然后就是 大家其实都是购物日来的 Black Friday 这样 就是减价这样 这个周末其实大家都是 慶祝啊 买礼物啊 那些做这些事情 星期一呢 还有个Cyber Monday 就是网上购物日 那所以这几天呢 美国人其实都不是很理会 外面那些 所以特朗普签了这个人权法案之后 中方有些说 就是有些反对声音 其实美国都不是很听得到的了 那过了这几天之后呢 其实关键呢 就是星期一了 就是说星期一 讲中港美 三地的股市怎么走呢 是向上还是向下 就是关键 因为呢 大约12月嘛 那12月内地又会公布那个什么呢 PMI数据 究竟PMI是好还是不好呢 就决定到呢 就是那个市 是 还有没有得上 还是呢 就要下 那如果你看上证指数呢 是偏远的 这段时间呢 就是预期它经济不好的 它事实上公布的数据不是很好呢 那现在预期它呢 路透社呢就透过这个调查一下 28家这个分析机构预估呢 明天公布的 中国11月份 官方制造业 就是在害怕这个PMI数据 所以今天港股无端端跌呢 都可能是真是害怕中国经济呢 不妥是有些关系的 那一来 所以我的打释就是 一来是这个 场外期指 期权结算日 二来就是担心中国经济一样的 后者的原因呢 就可以从这个 你看到 深正成分股指数啊 好像想跌破上升轨啊 还有上证指数 今天其实跌破了这个 这个前浪底的 这段日子就跌破了的了 那它现在好像一条下跌通道 所以有点担心 看看是不是下个礼拜一就知道了 就是说数据是不是真是利淡 希望就好像调查那样啦 就是有点稍微回升 不过除了官方的PMI之外 大家不要忘记 还有一个非官方的财心PMI 看完那个 这两个好才是有机会撐住 好了 那内地的市场一样 你看到人民币不是很 就是说不是中美贸谈那种很担心的问题 那就是担心这个经济问题 那如果真的经济不好呢 那今年年底 大家都知道了 差不多收官那样的了 经济都很难刺激的了 它都不会用很多力去刺激今年的 那如果真的会刺激都要刺激 刺激明年 2020年 就会不会在这个今个十二月的时候呢 就公布一些政策就利好出炼 曾经都试过啦 十二月公布就是说一月份呢 就会减这个降准啦 传统准备金率 或者是减息这些 会不会是这样呢 有机会 我们看一下会不会出现了 好 那说完那个大市的情况呢 就是基本上都是偏远的 那我们看看个别股份 今天最厉害的 当然是什么呢 就是说内地的药业股呢 就受到这个政策影响啦 这个中国这个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正式出号啦 在大量采购之下呢 就是有七十个药品呢 平均降价就接近六成一 就拖累这个医药股呢 就受压这样 那摩根士丹利呢 就发表报告啦 就说呢 这个包括呢 白蛋白子三顺的这种药品呢 竟然纳入了这个医保呢 它就感到意外的 那因为石药旗下呢 就是有这些产品的 那种产品叫做黑崖力啊 就是注射用的白蛋白子三顺来的 今年第三季呢 这个产品呢 这个销售额就是五亿元人民币啦 管理层呢 曾经就给了指引 就是明年这个销售额 会去到二十五到三十亿人民币的 那今年的市场份额呢 在九月份的时候 已经去到四十八个巴仙的了 那所以说 这种主要药品 如果纳入了去 对它影响都比较大 所以今天呢 受影响的这种股呢 就是今天急跌 那急跌了下来呢 就是有少少呢 像这个洗仓格啦 不过这样啊 又是好像这个 深正成分股指数那样啊 是有一条上升轨的嘛 它刚刚跌穿过的 不过又宅介 收市的时候宅介 宅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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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说呢 它是转了淡 但是就未确认 有机会是翻身的 如果星期一的时候 站稳 就是说 如果解释一下 市场又受落的话 那便有机会回稳 否则的话 真是跌穿这条升轨的话 那大家知道啦 就是转淡啦 那当然是转红灯啦 但是要减刺啦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未走的 就看多一天 如果今天已经走了 不要紧了 因为近期可能呢 都是 对于药业股来说 都会是弱过药煲的 因为政策嘛 始终一天 它未公布了所有的详程的时候呢 投资者可能都没有那么容易 再采回药业股 那但是如果它这一段时间 解了话 又没有什么事的话 守住这条升轨的话呢 那大家再坐一回啦 好了 除了药业股今天回之外 那前两天 或者本周 新经济股呢 升得很多的 代表当然是阿里巴巴和美团 今天都有一些回吐的喔 阿里巴巴呢 今天就回回2.75% 跌穿200元 最高的时候呢 今天做过204.8元的 創了上市新高 那之后阴烛下来啦 那这些一升一跌 阴烛阳烛 是不是就是已经升完呢 不敢说一定升完的 这支股呢 其实又回了 未必会回很多 因为现在 都还是一个热潮里面的 不会这么快冷却煮 那未买的 就后低吸纳啦 那当然未买的 希望越低越好啦 低了多少啊 会不会有机会回到 180元呢 那些水平呢 就不是说没有机会 不过 我觉得都不要等到 那么低出手啦 如果真是说 回到190啊 190之下都很好啦 那就是 可以想一下的了 那些位置 这支股长期都还是看好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内地阿里巴巴做得很好啦 就是天猫也做得很好啦 那么它的增长 就是长期可以有 30%以上的增速 那么它现在 预期仍然都是 二十几倍 不够三十倍 所以都还是便宜的 好了 另外一支美团 美团呢 就今天回回一些 回3.1% 幅度还比阿里巴巴多些 不过呢 就仍是守着 在100元心理关口之上 其实如果你看图 升了那么多 又不算跌得很多 那样 后多少呢 都是100元以下 Icon 90元便 最理想 就是这条上升轨 如果可以回涂下去 那是一个吸纳的机会 那又是 我说了很多次 这股指示位85元 Icon 90元便买 那现在都是维持这样的看法 都是觉得它一路都还是会好的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说 它第三季 已经调整盈利 19亿人民币 以此推 其实一年 不是说过去那一年 过去那一年 因为之前那些亏损 不是这样计算 就是由第三季 第四季 明年一季二季 这样计算的 12个月的一年来计算 可能是赚到 有机会到100亿人民币的 以此推 其实这股 是贵 都是贵的 因为现在去到6千亿港币市值 都是贵的 但是它一路的增速 再之后那一年 可能是到150 200亿的了 那这些增速 这么高速的增长 这么大型的股份 它是有一个 premium 它就可能支持股价 是慢慢反复地一路上升 不是说中间没有那些大波动力 会有的 后低的时候 后它调整来的时候 就是吸纳的机会 我还是比较看好这股份的 好 那总结而言 港股今天就是说 受到一些 可能是一个 场外期权结算 场外期子结算 和这个 担心内地经济的影响 就出现下跌 弱势的 不过恨好 就还未跌穿这个 上升通道底 如果跌穿 就要转红灯 如果中线来说 跌穿25,500 就更加要转红灯 在未跌穿之前 都还可以再看一回 最主要看什么呢 就是说 内地公布的PMI数据 行不行 是不是好像预期那样 有回升 如果它不行的话 大家要小心 要走货 药业股是比较弱的 药具药煲的 小心点 另外 那些新经济股 回吐 其实我觉得 回吐 反而是有机会 可以吸纳的 好了 大致分析到此 多谢大家收看